今天是人家PDD的专场 你没事你老说什么 毕志飞啊 毕志飞做好准备上场 毕志飞啊 竹梦演一圈 据他自己说 剧本写了八年了 你真的这 笑什么 这好笑吗 这说明人家导演 认真执着 我跟你说毕导 我建议 下一步可以写得更久一些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最好在你的有生之年 都写不完 拜托毕脑 有请毕志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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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竹梦演艺圈的导演 没错 就是我 毕志飞 去年吐槽大会 请了王晶导演 说他烂片多质量差 是烂片之王 今天我来了 他的王朝 结束了 有人评价我的电影 是中国电影史上 最烂的电影 一上映 很多很多人骂 但是呢 我从千万条 骂我的评论中 看到有一条说 说一部片子拍得不好 不能只怪导演 演员也有责任 我很感动 就回他 我也是演员 他说 其实没拍好 编剧也有责任 我说 抱歉 我也是编剧 他说 那也不能光为人编剧 你后期难道就没错吗 我说 有 我也是后期 天哪 后来王晶导生气了 说 你怎么 就这么 爱抬杠呢 其实我最早的梦想 不是做导演 是做一名歌手 所以还亲自作词作曲 写了《主梦演艺圈》这首歌 当时的灵感 就源自于另外一首歌 林俊杰的江南 但是发出来之后 我的歌却被骂得很惨 我就不明白 这同样都是 圈圈圈圈圈圈圈 林俊杰就能获奖 而我就能 只能爱妈 你说为什么 圈圈圆圆圈圈圈就好听 这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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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难听呢 难道就因为我少了两个圆圆吗 今天我们在场就有一位歌手 颜亚伦 前几天还参加了演员请就位 你又不是演员 你救什么位 你是歌手 你得唱歌啊 我知道 没有作品压力很大 这样 我的竹梦演艺圈免费给你唱 你要是觉得难听 你也可以改成圈圈圈圆圈圈圈吧 方方正正方方 你那个好 柯杰 起手 竖给了阿尔法狗 其实我很理解你 我跟他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柯杰在跟阿尔法狗对战之前 信心满满 我在拍电影之前也信心满满 结局 大家都看到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但你们不要小瞧狗啊 狗很厉害的 曾经有网友评价我 说把摄像机 拴狗身上 出去跑一圈 拍出来的视频 都比我的电影精彩 好可怜 按网友的说法 我打败这条狗的难度 不亚于柯杰打败阿尔法狗的难度 您 电竞选手 初中毕业 我很羡慕他 你们发现没有 初中毕业 不管你干什么 大家对你特别宽容 干什么都觉得你格外棒 会打字 厉害 懂电脑 厉害 还能养活自己 厉害 总之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就是个人才 我呢 一个博士会拍电影 垃圾 听说你在电竞比赛里 预言特别准 说谁拿冠军 谁就拿冠军 有这么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我就想挑战一下 特意带了一份单子 哇 小道具 盖纳电影节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最佳主演 最佳剪辑 毕至飞 待会帮我念一下 我就不信 打破不了你这神话 看 是你的预言灵验 还是苍天有眼 太阳了 PTT 今天是主咖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这要是我那电影刚上的时候 哪轮得找你做主咖呀 甚至现在 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主咖 其实我当时电影还拿奖了 金造主奖 主办方还说 这是金造主 创办以来含金量最高的一次 而且我一拿就是 最失望影片和最失望导演 双料金造主奖 双喜临门 厉害厉害 横嫂当年整个金造主奖 那嫂子是干干净净 PTT 我听说你喜欢投资 我正好喜欢被投资 要不下一部电影 你来投资我 我可以给你量身定做一个 竹梦电竞圈 讲的是一个电竞选手 贩卖队友发家致富 后来 投资电影失败 倾家荡产的故事 上次为了拍电影 租了很多车 花了不少钱 这次你放心 我不会再乱租了 我直接买 上瓜子二手车全国够 哪里价格低 帮你哪里买 说不定比我租车还划算 画风是不是有点变得突然 别介意啊 看过我电影都知道 这是我的风格 说远了 再回到PDD PDD是一个非常好的特型演员 长得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 又丑又色 特别适合演电影的各种反派 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演技 反正那电影草点太多 骂不到演技 我很理解像您和PDD 对电竞的热爱 我当年也是很轴的人 因为家人反对我学电影 我甚至还绝食 后来给我的家人 看过我的电影之后 我爸看的云里雾里 就说 当初究竟该饿死你 虽然上次失败了 但我仍然热爱电影 也会坚持自己的电影梦 我考研 考博 都是考了两次才考上 我相信第二次拍电影 也一定会有好结果 你再怎么样 肯定会比第一步强 因为拴摄影机的狗 我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B之飞 比尔非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导演吗 因为你经常错位 今天我再次提醒你 今天我们的主咖是PDD 不是你自己 我就是 我坐在那块厅 瞬间我都有点可怜呢 按照他的描述 他下一步的命运 就是遭了一批 不至于的B之飞 不就拍了个烂片吗 真的 你对自己太狠了 不至于 有的时候 内敛一些好事 回家安静静地绝食 好不好 好好给大家托付托付 描述描述孙杨 孙杨确实强 确实强 所以对手也老挤的 有一次不是霍顿营了 说了一句特别酸的话 说这是我们干净人的胜利 这个话我真的非常不爱听 还干净人的胜利 他哪干净了 他试过我们驱械大魔王 康王吗 就说自己干净 能说出这种话 肯定是 头皮屑反反复复的 影响了他的思考 虽然没事 没事 康王咱自己用 不给他用 管够 咱自己用 虽然上综艺 刚才大家都说了 上跑男 上什么17岁 上那个真正男子汉 比我作为一个综艺 主持人上的都多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 还有挑战不可能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些 就忘了他运动员的身份 孙杨 不要忘了运动员的身份 这是重点中的重点 当然孙杨的成绩就是好 中国泳团的骄傲 中国游泳队在世界大赛上 总共获得了18块金牌 这18块金牌当中 他一个人拿了14块 而且他也是史上 唯一一位男子 200米 400米 1500米 自由泳的大满贯得主 来吧 有请中国泳团第一人孙杨 很高兴再次回到舞台上 也终于到我出场了 坐得屁股都有点麻了 我今天到现场 还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 给张少刚老师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花泳裤 也是你也非常喜欢的花泳裤 但是这条花泳裤不会起雾 这里就别试了 你回家一个人慢慢在房间试吧 这么大 大家好 我是孙杨 是的 我又来上综艺了 好多人说我天天上综艺 不训练 我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必须上一个综艺 来回应一下大家 刚才听了大家一顿吐槽 我觉得吐槽得还不够狠 我觉得都给我留了面子 因为你们吐槽的 都没有霍顿狠 范铭老师说我选酒店 一定要带泳池 但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泳池 那么我想说了一下 是因为我进去一看 咦 范铭老师怎么在这 算了算了 不游了 被范铭老师游过了泳池 这个水肯定不干净 张子玲 世界小姐 我俩很像 都是世界冠军啊 而且也都是我们泳装出道 对吧 我没有 但是我呢 泡的指纹都没有了 每天要刻骨训练 但是我们的张子玲呢 她不用训练 而且还可以保持那么好的身材 然后每天笑这么美 所以我很好奇 你们平常选美都是怎么训练的 是不是教练就说 子玲 多吃水果 早点睡觉 保持愉悦的心情 笑得要甜美哦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在座 二十出头的人 又有几个能做到的 要不能说人家是世界冠军吗 压力很大的 如果她累着了 教练还会骂她 喂 张子玲 你怎么还累着自己了 你是不是不想拿世界冠军了 我和范明老师 参加综艺节目里 她游戏 农活 样样 啥都不行 还觉得自己特别美 还到处抢风头 抢镜头 我当时我就觉得 其实范明老师 才是最适合 当世界小姐的人选 我也觉得你行 邓雅萍老师 我的前辈 也是我们体育人的榜样 是个从课本里 走出来的人物 我们这些当运动员的 都想成为课本上的人 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等不及 就自己操作了 当时我同桌很生气地说 喂 孙杨 你怎么把你的名字 写到我的课本上来了 刚才邓雅萍老师 说我的英文语法错了 还要做我的英语teacher 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呢 我呢真的不敢跟你学 我怕学了之后 别人出去就说 孙杨 你的英语是体育老师教你的吧 王世鹏大哥 王大哥其实非常努力 有一年我记得 大年三十还独自去现场练球 去球场加练 不得不说 这人喝多了 就是容易做一些傻事 刚才王大哥还嘲笑我 打球太狠了 作为运动员来说 当然是要认真比赛拿第一啊 还跟我说 孙杨 在这种场合 认真 你就输了 我说 没有啊 只要我认真的 我全赢了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除了我的天赋 和自律以外 我想离不开我的教练 和我妈妈 对我的严格管教 有人说呢 我太听妈妈的话 是妈宝 那我说 我这么听教练的话 那是教练宝吗 气死本宝宝了 我觉得 优秀的人 不管各行各业 从小成长 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 我想他都是会被严格管教的 所以我们大家看 霍顿这种人呢 一看就是缺乏妈妈的管教 好 所以我呢 真没把它当回事 有些对手 输了就只会找别人的原因 我也输过 但是 我只会在赛场上 去选择赢回来 你要是赢不回来 我就再跟你说一遍 You're loser I'm the winner 邓雅萍 It's my teacher 我不在乎那些 诋毁我的人 也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强者就是会被诋毁 有人诋毁我 有人怀疑我 甚至还有人污蔑我 但是 就是没有人能追得上我 我呢 就是喜欢你们 又不喜欢我 又看不惯我 又追不上我的样子 别看我总上综艺 其实呢 我每天都维持 非常大的训练量 和保持自己的状态 所以呢 我在今天来录制之前 我还在我们选择的酒店里面 去下了水 因为范明老师不在 所以今天的水 特别地干净 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可以没有颜值 也可以没有奖牌 甚至没有各种各样 花色泳裤 但是比赛不可以没有实力 检查不可以没有执照 最后呢 我想和大家说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听证会 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相信轻者自清 快者自快 慢者自慢 慢者就是永远都游不过我 某些屈心叵测的 对于我希望有一个 不好结果的那些运动员 我只想和你们说 好好训练 霍顿该衣 你们游得再快一点 就能喝到我美味的洗脚水了 谢谢大家 我发现这个当运动员呢 她是喜欢没事就庆祝 是吧 关于认真而出色的人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一个认真又出色的人 就是容易遭到诋毁 对吧 比如认真而出色的我 也曾经遭到 好了 认真出色的他 行了吧 但是我们遭到诋毁之后 我们仍然坚强地活着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我们仍然坚强地在自己的职业里 做到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运动员拿成绩说话 孙杨 明年继续穿着你的大花骨盏 大胆地往前游 明年奥运会 继续拿出好成绩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很好 那些不认可你的人 就会一边不认可你 一边被你远远地甩在身后 加油 洗脚水 加油